我自己覺得演員是一個很敏感的動物 就是因為敏感才能細膩的去揣摩 吳康仁跟陳哲耀 復都青年 所以是認真去打工 我們殺了兩個多禮拜 兩個多禮拜 炸雞蛋在裡面有個很重要情感表達 你們有他雞蛋炸過 是認真炸嗎 你敲敲看 我敲你 他都手勢跟電影一樣 你剛剛有看到嗎 你感受一下嘛 你自己挑逃了 Oh my god 好大樹 今天的工商時間呢 是我們老乾爹Vana 因為聖誕節又要到了 對啊 而且現在在路上 都可以感覺到聖誕的氣氛了 中山站那邊現在超多的 It's so awesome 真的嗎 我昨天有去耶 我完全沒有發現耶 我真的就是 不浪漫 不是你都在打電動啊 Come on 抬頭啦 抬頭好不好 跟電動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好像非常在乎聖誕節 然後都覺得一定要很浪漫 對啊我個人很喜歡聖誕節 哦是哦你聖誕節又幹嘛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交換禮物啊 我們20年前在玩這個 你們現在還在玩這個 你們真的 好 了無心意耶 沒有掌勁 對啊 因為就還是會很期待 就收到那種意外的東西 那你們現在的那個 送禮物的預算是多少啊 我們自己可能 1000到2000左右吧 通貨膨脹哦 現在大學畢業生這麼有錢哦 不是啊 因為我們都玩500耶 價格少 就是可能 就可以買到相較好一點的東西 送人家 你不要這樣說 人家實力學校 畢業是比較有錢好不好 如果是預算這樣比較高一點的話 我會推薦 送Vana的香氛暖燈禮盒 只要1990裡面有 金屬的暖燈 還有瑞典天然植物辣的香氛蜂燭 it's so awesome I love it 超划算哦 那我可能會選 5009這一組耶 就是它裡面有一個蜡燭跟火柴 我覺得這個市值已經超過1000塊了 感覺起來 蛤什麼火柴 我真心不懂為什麼要買火柴 用火柴點東西很浪漫啊 火柴是古董 可是你有看過火柴嗎 我有看過 可是我沒有用過 你沒有用過 我沒有用過 你現在試用一個right now 你用right now 會不會很危險啊 哈哈 聽你這句話我就覺得不對 來 這是你人生 真的是你人生 我人生第一次點過火柴 因為我們剛剛在練習的時候 完全沒有講過 好來 我要刷正面還是反面啊 Oh my god 你現在黑手指的是指的光滑那一面 不是 你知道旁邊有這個龜甲 聞這種東西 那邊那邊 對對對對對 這邊哦 對 來 滑下去會不會騎很很嚴很大火啊 會把你的頭髮都燒起來 好緊張哎 好緊張哎 oh this is so real 哈哈哈 有有沒有看到火 沒有啊 有火 哦 哦 幹嘛吹掉 你不是要點蠟燭嗎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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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嗎 什麼事啊 oh my god 你是山頂洞人嗎 你是已知讓火 很可怕 你是看到火嗎 很可怕 適合可以變出火 你覺得很酷 對啊 乾 你真的是山頂洞人 哈哈哈 好 如果就是你不像黑手這樣 你像我一樣 吼 那我推薦大家 我最喜歡 它是這個1990的 是香氛身體洗目包裡頭 因為裡面有蠟燭 身體沐浴 還有磨砂膏 我覺得超級多東西 全身都用得到耶 全身都用得到 非常愛 我是不會想要送人的啦 好 我就要自己用 聖誕節其實就是要在家裡點香氛蠟燭 暖暖香香的 然後喝著這個巧克力 就超有feu的啊 吃著cooki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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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兒回家還可以配著嬰兒的哭聲 哈哈哈 我覺得 剛看的那一段話 我如果是有小孩的媽媽 我一定會超不爽 說對對對 他老婆在那邊顧嬰兒 然後他在那邊點香氛蠟燭 我在那邊吃巧克力 哈哈哈 拜託我帶小孩很辛苦好嗎 我需要瑞典純天然植物蠟燭 讓我放鬆一下 好嗎 好嗎 今天聖誕節呢 這Vana一樣送我們團隊很多很多的禮盒 那我想就大家就自己帶喜歡的回家 然後要拿去送人 省錢 去交換禮物 我們也沒有意見 那Vana跟白鄰國呢 歡慶聖誕節送禮提案哦 12月31日前呢 到Vana的官網下單輸入 I Believe全部小寫哦 立馬響 全站88折最低優惠 而且優惠都可以折上折哦 Happy Holidays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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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失能了 他真的很愛你 真的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凱莉 凱莉今天失能了 所以是 因為他的偶像現在來到現場 我們今天歡迎 吳康仁跟陳耀哲 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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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開 我們沒有的開 沒事沒事 我來開 我新的 明治在這裡 沒事 可以看這念 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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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在討論都是念Jack 我們都是念Jack 這開場很棒 哈哈哈 超真實 好real real到爆炸 沒事沒事沒事 對不起對不起 沒事沒事沒事 哈哈哈 發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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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覺得台灣觀眾會馬上記得你的名字 而且不會記錯 陳哲耀不是陳耀哲 好 哲耀哲耀 哲耀哲耀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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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我現在換我失能凱莉 你開時間 那康仁跟哲耀來到這邊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拍了一個 跟馬來西亞就是 跨國跨文化合作的電影 叫做復都青年 然後我們都看完了 喜歡嗎 我必須要先說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說 就是因為我們 很擔心它是一個很沉重的電影 我們就想說 因為我們一早就來 我們就說 我們確認一下 這會不會很沉重 會不會很sad 然後窗口就是說 我跟你說 非常溫暖 對 他沉重但又溫暖 然後我們看完以後 我們就覺得 Fuck 你騙我們 不要瞎 我們差點把桌子翻了 所以我看完就覺得 Oh my God So heavy 可是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覺得 因為我對那個中文的電影 其實大部分就有一個說 台詞會很尷尬 台詞會尷尬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哇 這個電影看了 其實我覺得台詞好之外 看起來不尷尬 然後後來 我們一直討論說 為什麼不尷尬 因為他人演雅巴 因為你雅巴 不要講太多台詞 所以就不會尷尬了 中槍 你有沒有分什麼話要說 其實我台詞的處理能力 還是蠻好的 沒有 可是真的 就是因為 你一句台詞都沒有 可是我就覺得說 你講了好多好多話 用你的眼神啊 對啊 用你的手 就是 肢體 表演 然後光是看背影 就覺得你好像在講話的感覺 謝謝 請問怎麼揣摩雅巴 雅巴 對啊 怎麼揣摩 其實我們在台灣 我有先找一些 像榮雅協會的一些朋友 一些老師 所以後來才發現 去到馬來西亞 發現 台灣的手語 跟馬來西亞的不一樣 所以手語其實有不同國家 是用不同的 對 的Sign Language 可以問一下 哲耀 他們在馬來西亞 其實 多半他們會的語言太多了 英文 馬來文 普通話中文 那他們又會廣東話 福建話 DUGUA 不同的機關 不同的機關 就有不同的語言 所以去那邊 又衍生出不同的流行語 就像我們一般人 在講話的時候 台灣人有台灣人的口音 那馬來西亞人 請說 就有馬來西亞的口音囉 就很特別 那所以你怎麼揣摩雅巴 就是主要是 有一個專業的老師 會跟著 但其實我們自己演員 我們在讀本之後 其實比較好奇的是 在馬來西亞生活的那一群 真的 在跟一般聽人生活的那一群 聋人朋友 嗯 就我們就去請他們介紹啊 就進入到他們的生活 所以你要跟他們生活在一起這樣 嗯 應該是觀察 就是譬如說 跟他們聚會 然後在厚臉皮的說 哎 我請你們吃飯 你們賞個臉嗎 就希望他們把他們的 他們也有姐妹桃 嗯 然後他們就把他們的姐妹桃 全部約來吃飯 哦就是生活習慣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是 因為我們真的不是龍人朋友 嗯 很難去用很短的時間去揣摩出他們的習慣 等於是要不斷的觀察 哦 那你花了多少時間在馬來西亞跟他們相處 因為提前過去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 那其實去之前都很未知 因為馬來西亞是一個未知的國度 對我來說 你之前有去過馬來西亞嗎 有 可是我覺得 因為馬來西亞 剛剛就說多元種族的國家嗎 那加上我們華人去那邊工作 其實你的同溫層你不會出去 對 你出不去 然後這一次去巴薩就是所謂的傳統市場 真的是開眼界了 那邊的傳統市場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很像是小時候我們印象當中的蔡奇亞 而且是那種早上的大夜市的感覺 就是很像夜市不是以前很大嗎 可是他的那個地區就是大到就好像是一個 超級大的夜市是在早上開的 超大的蔡奇亞 然後你會發現很多是華人老闆 可是你看到他的員工啊都是一些 其實我自己覺得我一開始去我分不清楚馬來人 印度人 印尼人 印度人 甚至是 Bengladash 孟加達 孟加達人 對 對我就覺得有一種 不是很確定他是誰的概念 那我們去到那邊 然後我跟哲耀一起去 第一天下飛機就去了巴薩 然後發現 哇 就是熱鬧到那個氣味啊 因為馬來西亞太陽很大 對 只要你有生肉鮮食的東西 經過那個太陽之後 就會有一種很特別的 有種爭氣的 對對對 真的是爭氣 就非常 非常多的味道匯集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就看到不同的人種 然後我們就真的在那一天就決定說 我們不如去打工吧 然後就選了一個殺雞的 所以是認真去打工 認真認真 所以你們兩個真的都去殺雞 真的是去殺雞 我們殺了兩個多禮拜 兩個多禮拜 其實是康倫哥 臨時起義 對他起義的 因為我看你在殺雞的手很順欸 那個沒有替身 你們在那邊 感覺很融入 連在那推車一開始 那第一幕 看你推車的手勢 我就跟凱說 那手勢是我學當地人的 你看吧 我就說那手勢 絕對不是正常拿的就 因為正常大家握是這樣握嘛 可是你握是這樣子握 我仔細看 然後在那邊叮叮叮 對按鈴 對我是說這個不是正常 這絕對有去揣摩 可能在那邊兩個禮拜 我們其實一直有在那邊生活 然後就是去觀察那邊的人 然後跟那邊的 所謂殺雞盪的那個老闆 那我們臨時起義說想去學殺雞 因為其實導演沒有要拍主角殺雞 那是爭取來的 那三秒的鏡頭是爭取來的 那因為他不想拍寫新的東西 其實一開始 導演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李玲是個溫柔的 所以我們就去 然後我們的同事都沒有身分證 哇 所以是認真的 所以是認真的 認真的 因為這個故事在講 就是有一群無國籍的人嘛 對不對 在馬來西亞生活 所以可是那樣就是找他們來 不會遇到問題嗎 我覺得那個 那個問題反而是我們 在做前置作業的時候去認識他們 然後了解他們的一些古蹤也好 或者是原因 或者是他們在馬來西亞 到底過得開不開心 他們很妙喔 他們自己家鄉有老婆 那馬來西亞還有另外一個老婆 這個小時候 國民黨撤退來台的時候 蠻熟悉的 這就過得蠻好的 過得蠻好的 可是電影裡面他們很辛苦欸 是啊 電影主要是說這個大環境嘛 馬來西亞這個地方 沒有身分的這種移工老公們 然後再來就是阿邦跟阿迪 他們其實是Malaysian 但他們是Mix 就是混血兒 因為媽媽是別國人 像阿迪的媽媽是泰國人 可是好像在電影裡面 沒有很明顯 沒有辦法講 講的話就要10個小時了 太長了 但馬來西亞的法律又會是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沒有一個合法的婚姻 底下你生的小朋友 其實小朋友一定是跟媽媽的這個國籍 對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變得沒有身分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的電影主要是在說這個 馬來西亞大環境 有很多沒有身分的移工阿勞工阿 再來就是這一些 我們叫馬來西亞人 但是他們沒有藍色身分證 對 那副都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我們剛看了一下 我發現是在China Town附近 對嘛 它就是一個很繁榮的一個市區的 所以根本也不是我們想像什麼鄉下 然後很完全不是 它旁邊就是大樓了 你可以看得到雙子星 你可以看得到什麼 所以就是其實在一個都市裡面的一個 抑鬱的概念 沒錯 其實就有點諷刺 就是明治你看Pulu 然後翻過來都叫副都了 不是富有的都市 那反而那一邊其實就是一個菜市場 傳統市場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能真的站上高樓的那個天台的時候 你一看右邊就是發展得非常好的KLCC KL Tower 或者是雙子星大樓 之類的 然後左邊一看 怎麼會是菜市場 或是老鼠 對 然後都是很髒的那個小巷 那Jack你平常 你是住KL嘛 對 那你在吉隆坡 那你平常沒事會去副都那邊晃晃嗎 還是這次你第一次去 沒有沒有 我小的時候有去過這個地方 因為那邊太精彩了 那邊有太多的東西的 有電子街 電子街就可能像台灣的一些電子城一樣 就是賣很多 3C的 對 然後也有什麼 小的時候你想買寵物要去那裡 因為它有金魚街 然後會有賣很多像烏龜 小烏龜啊 金魚啊等等 好像香港的感覺 其實有點像 對 它就會有這樣很多不同的這個區域 所以小的時候其實會去那裡 但對那邊的印象不深刻 就像哥哥一直都說到的 有很多可能你接觸到的人 你跟他買東西的 你不知道他其實是外老 你不知道他沒有身份 對這個蠻有趣的 是我後來長大了 因為電影 因為我們的工作 慢慢的去接觸他們 走近他們 那Jack你身為馬來西亞人拍這種 因為畢竟是在討論社會議題的電影 都不會擔心怕踩到政府的線嗎 沒關係 因為我們講的是中文 你有沒有發現大家可以聊 沒有啦 沒有因為我 那你拍過這麼多電影 你有拍過不同馬來人的電影嗎 還是都是華人電影 有啊 馬來電影我也有拍過啊 我拍過空軍的馬來電影 就會題材就會很不一樣 題材很不一樣 我先說我們其實 因為王里林導演的作品 雖然說富都是他第一部指導 就長片嘛 第一部長片 對他以往其實是當監製 製作人的這個身份 然後他從2017年 他也來參加金馬創投 這一個分貝人生 對然後 你有演嗎 我也有演 你在裡面演聽障人士對不對 不是那個是Mr.Andy Mr.Andy 那個是Mr.Andy 沒關係 沒關係 那個2017年的就是分貝人生 其實他也是在講這個大環境 嗯 就是說那個小妹妹 對對對 妹妹他沒有辦法有身份這樣子 對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Kelly提到的 呃 那個聽障人士就是Mr.Andy 對Mr.Andy 那個就在說變性人LGBT 跟弟弟人那個嘛 對 這一塊 東西 其實我覺得 因為Kelly剛剛問會不會擔心 我覺得電影其實出來 你影響不大 說真的 你也改變不了這個這個現實的世界 你只能讓人家看到關注到這個問題而已 但你說你要改變嗎 我覺得能力沒有這麼大 沒有那麼偉大 我覺得真的沒有那麼偉大 不會很多時候很偉大 像人選之人就改變滿多東西 哈哈哈 其實是會帶來社會議題討論 嗯 因為剛剛你有提到就是LGBT的這個事情 這其實在富度青年裡面也有 有一點點LGBT的概念在裡面 是 瑪妮姐 應該是跨性別的角色 是 那這些角色其實理論上 在馬來西亞店裡面出現 是OK的嗎 因為我們今年有在馬來西亞辦活動 然後我們就要去 在馬來西亞辦活動之前 很多人警告我們說 很多話不能在節目上講 因為那時候有個新聞是Swatch 那時候好像有個彩虹錶帶吧 然後好像在馬來西亞 就那個議題比較敏感 叫我們不要談 叫我們不要談 你知道Jack開始喝茶嗎 哈哈哈 你知道我喝茶是什麼意思嗎 是什麼 是要開始亂噴了 沒有 我潤喉了 然後我想說我想訪問你們 你們在馬來西亞遇到什麼事情 哎呀 我們富都已經結束了 The end 我們的訪問結束了 沒有我還沒講到你們這邊 聽說你們馬來西亞版本的富都 跟台灣版本也不太一樣 會有三解 會有三解 直接說會有三解 那你們馬來西亞遇到什麼 某一些像剛剛LGBT議題 我們都會跳過不談 可是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申請藝人簽證嘛 哦對藝人簽證 那原本已經約好要面談了 結果因為我們正好講到這個 我們抱怨一下馬來西亞政府 對外國藝人娛樂稅太高 然後抽到30% 然後我們就靠背了一下 然後我們的面談就被取消了 就被壓到非常非常後面 對壓到很後面 哦什麼了 25是什麼意思 25%啦 不是30% 哦 shit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這樣生氣吧 哦可能是25% 我們你只拿25你說我30% 然後辦活動他們說需要放押金嘛 然後我們活動結束了滿久 7 7月出馬對不對 7月到現在已經10月多塊 還沒拿回押金 11月了然後錢 哦還沒有 那個押金是30萬台幣 沒錯吧 還在跑流程啦 就是慢一點點慢一點點 就是所以我們在馬來西亞就發現說 欸有很多 你們有bad experience 很多無話 不是不是不是 其實我們超愛馬來西亞 其實我們愛到明年還想要再去辦 因為我覺得馬來西亞的聽眾 還有那邊的人 非常的溫暖 很嗜血 很嗜血 同時溫暖又嗜血 因為他們覺得有些事情他們不能講 可是你講他們很爽 想要讓我們講 對啊 可是我們 你看他剛剛 你剛剛見 他就在做一樣的事情啊 你在那邊有遇到這種事情嗎 所以讓台灣人來講好了 要衝撞體制讓台灣人衝撞這樣嗎 嗯其實我去過兩次啦 第一次去是拍一個Netflix的影集 那對我來說那就是一個 可能那時候他們預算有很高 然後所以你被照顧得很好 那那一次經驗除外 我這一次去復都 我自己覺得 感受上就非常的 接地氣 非常接地氣是一定的 那因為是每天我們去上班嘛 殺雞 然後去跟那些老公朋友聊天 然後甚至是可能上班到一半 我們都很期待警察來領檢 說實在 那時候是真的 我跟弟弟有講過 就是如果有領檢 跟助理講就是有領檢 我們一定會跑 跟著跑 我一定會跟著跑 因為我不怕 所以我一定會跟著跑 那那是一種多麼特別的體驗 那那種感受就是 真的你不去跟他聊 你不會知道他有沒有身份證 那多半我們皮夾後面牛仔褲 會有一個皮夾的印子 他們沒有皮夾 他們的印子是一個護照的印子 然後那個護照的印子啊 就是他會一直擺在那個褲子裡 你就會看到那個 每個人的屁股都會有一個護照 很超大的護照的印子 但其實都過期了 只是為了證明被抓之後 他可以證明他是從這個國家過來的 所以其實都是生療之後 才會得到的答案 然後他會告訴人 欸我老婆過得很好 在老家 但我現在老婆也過得很好 這樣子 我兩個兒子很多這樣子 所以兩邊都有小孩這樣 對就是他們的 等於是因為沒有身份 但又不斷的繁衍 他的下一代在這個國家 就會那個衝擊很大 就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 他在跟你聊 他在這個國家有另外一個家 那接下來他的小孩 就會繼續因為沒有身份證 而再成家 而會變成是一個不斷的循環 循環 所以在戲裡面就會有 其實兩個兄弟的對於愛情 這個事情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去承接了那個愛 那你生出來的小孩是不幸的 哇 你就會發現兩個人其實都沒有對不對 對 回想一下其實都 那個原因不是因為出於自卑 而是這個現況就是 你如果承接了 接下來的小孩就是繼續 而且也可以感覺到你們 對感情上也是說 不只是為了自己 也是為了對方那個女生 如果真的跟他在一起也是害了他 對就會有一種 那種感覺 不可逆喔 那完全是不可逆 有時候因為對我們來說 台灣人有太多 理所當然的社會福利 跟你 你不會理解到說 因為一個人出生之後 你還要證明你在哪裡出生 還要證明你爸爸是誰 然後你證明你媽媽是誰 然後就變成說 這些理所當然真的是 太容易拿到 就好像空氣跟喝水一樣 我們會在台灣喝到乾淨的水 就像你剛剛說你們的廁所 我們原本說很髒不要去我們 我們去副都 有些連門都沒有的 沒有門 所以你們真的是 那時候也有住在副都裡面嗎 就沒有住 但是基本上就是去上班 那每天穿的衣服基本上 然後我記得我去的時候 大概是現在怎樣 然後去以後 其實那邊當地人就會看待你 你就是一個外來人 外來者 他都看得出你不是馬來西亞人 他看待你的眼神是這樣 他會有戒心 甚至跟你有一段距離 他不會想招惹你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完了 我跟他們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你來說 那個曬黑是真的有必要 然後我就把自己曬很黑 然後直到開拍前有一天 我們穿著戲服還是走戲 我忘了 我們就去公共廁所 然後我就被當地的馬來西亞阿姨罵我 講一大堆馬來文 就是用很凶的口氣罵我 因為我很急我就衝進去了 然後被罵完 尿完之後我就說 欸 迪奕他剛罵我什麼 他罵我什麼 他就說他剛剛用乾淨了 你們這笨蛋 你就很高興 你被認為是當地人 用手語回他 就很爽你知道 被當地馬來西亞阿姨罵 用馬來文罵真的很爽 我感受到一種身為演員 一種病態的自我要求 你這樣很快樂嗎 可是就是因為 難得去到一個不同的國度 飾演一個不同的國際的人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珍惜 其實 那時候很珍惜 因為我看整個電影的時候 就被你們兩位真的是拉進去 到這個戲裡面 因為尤其有一些 我真的不能爆雷 可是很多地方就是 你們可能就是非常感性的時候 嗯 然後我也跟著這內心揪起來說 你說炸雞蛋嗎 還有很多 反正很多部分 我就覺得說我到底 為什麼要這麼被拉進去 我就覺得很煩 我只能說你們那個炸雞蛋的 不要太難過 來 炸雞蛋是一個很重要 在裡面有一個很重要情感表達 對 我看到的時候就覺得 還好現在缺蛋的行為已經過了 你們有炸過 炸雞蛋炸過 炸過自己的頭 是認真炸嗎 對啊自己敲 炸雞蛋 我們在戲裡面都自己認真的敲 這個是水煮蛋 這不是生的吧 可是本來都是 生的就是 可能我們發起 生的紅事想整你們 我們不曉得 好像都炸蛋糕 熟的啦 我會用這個敲我爸爸的頭啊 真的 生日的時候好像有面線 是有這個習慣嗎 對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都會拿這個這樣敲敲敲 可是會敲到破嗎 現在滾一滾有沒有 在他手上這樣滾滾滾 然後敲敲敲 好有趣喔 這是不同籍貫的人嗎 是客家人或者是什麼 我不知道閩南 我們家是閩南人 可是我媽就叫我這樣弄在我爸頭上 就是蠻好玩的 好親密喔 我覺得很酷 那這個是馬來西亞那一的特別習慣嗎 還是你們導演 還是編劇 這是導演自己加下去的 所以有可能是他家裡自己有這個習慣嗎 沒有他的同學 聽他說是他小時候因為 他們有一些生活環境不好的同學 那不太會帶便當 可能就會帶一個水煮蛋 然後他記得那個同學 因為可能吃習慣 習慣到就是好像信手拈來 拿來就是敲 敲一敲就自己吃一吃 他不會敲在桌子上 他是拿了以後就敲敲敲 就開始剝皮 就把他吃掉 他就印象很深刻 他說以後他拍電影 他想要把他放進去 真的放了 對 所以你們兩個真的在電影裡面狂互敲 會痛嗎 會呕呲嗎 會有包嗎 不會吧 你敲敲看 那康瑞你可以敲我嗎 我敲你 你敲我啊不然我敲 他說手勢跟電影一模一樣 你剛剛有看到嗎 對 就是這個 是可以用 是要用力才會播對不對 你感受一下嘛 因為他不會讓我敲他 他不會讓我敲他了 Oh my god 好大聲 我收到 有收到 哥哥他比我好像大力 很猛耶 你是斷掌吧 還沒有還沒有 還沒有還沒有 還再多敲幾下 我們進吧 我敲一下 等一下 他可以用這個 這沒過耶 好你可以再 是不是要有技巧 是不是 好大聲 這個蛋很硬 這個蛋怎麼那麼硬 他營養價值很高 他蛋殼比較厚 你知道台灣蛋 他很硬耶這個 這個很 這顆蠻硬的 我蠻好奇就是 在演戲我們自己 是演戲外行嘛 那我們看 演員的話其實有 有分什麼 method acting啊 character acting什麼 就是把整個人 要帶入到那個裡面 那我 我很好奇你們分別兩位 演戲的時候 是怎麼樣把自己 帶入那個角色 我們從Jack開始好了 我覺得其實是我們 兩個一起好好的生活 一起去跟這些義工們 做朋友 真的是把他們當朋友 然後把他們當一家人 這種感覺 然後你才會 在這一個環境 你的身份 你才會 放在這個故事裡頭 那你會說 我在我現在 就只能用這個身份 跟他們生活 然後可能多長一段時間 這樣嗎 嗯不會啦 因為拍攝其實就是 我們只要一拍攝的時候 就回到演員的身份 所以還是可以切換 對還是可以切換的 但就有趣的就是 你跟他們 做為朋友的時候 就是 你什麼都會share 就是都會分享 嗯 還蠻有趣的 像我們殺雞啊 一直在捅那個雞屁股啊 然後內臟啊 什麼的 然後看了一個就說 欸來 請你們吃KFC 肯德基 哈哈哈哈哈哈 好開心好開心 然後肯德基放在那邊 他們可能剛捅完喔 然後就血水這樣洗一洗 因為他一大噴的血水 這樣洗一洗 就開始來吃了 就這樣子吃了 蛮有趣的 就是 你把自己 跟他們 呃 放在同樣的 一樣的位置一起生活這樣 一樣的位置 然後生活一段時間 其實你很容易就可以進到去了 那我好奇康倫你有拉肚子嗎 拉肚子啊 對啊 對啊你在那邊 你說去 其實我去那邊就開始結食了 其實我沒有吃到太多東西 所以我也沒有吃到太多辛辣的啊 而且第一天就殺雞了嘛 然後從第一天開始我就沒有吃雞 馬來西亞去是會胖的 你覺得在那邊瘦 是因為戲的要求要變瘦嗎 你是給自己的要求 其實一開拍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六十幾 六十七 六十七公斤 我當時去的時候七十幾公斤 去就開始瘦 然後想說 但是戲又有另外一個階段 入獄後啊 然後那時候又開始做更激烈的斷食 只是希望 因為拍攝期很短 你導演希望做出一個 嗯 階段性的差別 但其實 那個經驗其實很好 就是 你說斷食的經驗很好 不是 是在那邊上班的經驗很好 哦哦 sorry 比如說他們在捅雞屁股啊 捅完以後 他有內臟嘛 我們就從肛門的地方 先畫一個二到三公分的傷口 用剪刀 然後在他的 脖子這邊 把 切開 把他的食道 弄斷 弄斷之後 其實內臟就是 從屁股搓雞去之後 就是可以一次全部拔出來 哇 對一次拔出來 然後他在那個 胸肋骨那個地方 你又 他們又教我們 必須用這個手勢 你必須要戳進去 用這個手勢 把有一些不要的那個器官 黏在他的肋骨上 你要把它扣出來 那這個手勢 大家也都很熟悉 所以 所以 加特音的手勢 他們都沒有訪問過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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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那時候移工就用那種 姨母校就是 他們也知道 他知道你會 然後說 of course 難怪他們在那邊有第二個老婆 對 太厲害了 所以 殺雞就是一種交流 就是過程 而且他可能屁股捅一捅 裡面還有沒有出生的蛋 他們是隨時 可能捅 又挖到一顆蛋就跟你分享 所以在戲裡面 其實那個印象有深刻 就像戲裡面 阿邦回家的時候 他提了一個蛋 其實那些蛋都是 從死掉的雞挖出來的 那也是有零食家的 因為有去上班 才會有這樣的 天野調查的經驗 這樣 好酷喔 天哪 好我們 休息一下 喝點水 好 今天的工商時間呢 是我們老乾爹 Rhinoshel 犀牛盾 他們又出新產品 他們真的最近 很厲害 一直出味 好他們新的產品呢 是Grip-O MagSafe 兼容的支架 對 我跟你講這個支架 解決了我在台灣 一直遇到的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我的Apple手機 跟YOO卡 是分開的這件事情 天哪 你知道每次搭公車啦 搭捷運啦 然後就要拿錢包 然後YOO卡拿出來 那邊閉一下 然後懶得放回錢包 放另外一口袋的時候 那張卡就不見了 而且我YOO卡 是綁信用卡 我信用卡已經不見了三張 Just for that Oh my god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騎YOO bike回家 然後你只要騎YOO bike 就有一樣問題 就是你為了要刷 那個YOO bike的YOO卡 就要放進口袋裡 然後騎一騎 就不見了 然後我有很多裙子 然後口袋超淺嘛 喔那就對他這樣動一動 就掉下來了 超多張 真的很煩 很煩啊 我跟你講 Grip-O跟那個YOO卡公司合作 他們推出了一個特製的YOO卡 Supercard 就這個形狀比較特別 然後這個 Grip-O裡面有一個小 小凹槽 你只要放進去以後 你的那個Grip-O跟YOO卡 就合在一起了 所以什麼是Supercard 就是 超級YOO卡 的 Supercard 你知道嗎 剛剛我們看到什麼 蛤YOO卡出什麼新的Supercard 然後神父進來說 喔我知道 那就是他們新的東西 我想哇 你平常就在看這些東西 我覺得太厲害 所以到底是什麼是Supercard 喔他就是可以 弄一些自動價值的功能 可是我覺得他最酷的地方就是 他單筆消費可以達一萬塊 But 到底有誰單筆消費 會用YOO卡去刷那個一萬塊 我覺得停車場 如果忘記你的車停在那 停一個月 應該就需要用YOO卡刷一萬塊 沒有您 上次那個停車場 停三天就有了 哈哈哈 真的很貴 而且現在對著Grip-O的外殼呢 它可以一樣 像以前一樣是客製化 有不同的花樣嘛 就像自己客製的 YOO卡那樣 對啊沒錯 如果想要換不同花樣的話 你就要從 裡面齁 從那個Grip-O裡面 把YOO卡拿出來 然後換到新的殼裡面 放進去就好了 不用一支換新的卡 其實我自己覺得 Grip-O有一個 蠻特別的好處 是因為我之前都是用那個很大的MAX 嗯 對就是我的那個 愛天使這個MAX 超大的 對它很大很穩啦 但是它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手機也很大 然後它也很大 然後滑手機滑太久 其實會有一點 手腕會 手腕會 其實蠻酸的 所以這個Grip-O呢 就是比較小輕巧 就看你的需求 呀這個Grip-O其實就是一個 小小的圓形支架 那磁吸就直接黏在手機後面 就像影片上看到這樣子 那而且它裡面有一個 專利的複合結構 反正說起來很複雜 可是你直接看影片就知道 就是轉一轉 它就可以轉開 然後黏在手機後面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 變成一個支架了 所以像變形金剛 可大可小 就是變形金剛這樣子 很酷欸 還有一個 我現在手上這個是鏡子的版本 但其實我必須要說 我不知道有誰 到底愛照鏡子 愛到你的顧架上 要有一個小鏡子 這又不能照到整張臉 到底是要怎麼用去 沒有啊現在很多小朋友 都會拿這個來再照瀏海啊 come on 而且是你的臉太大 塞不進去 你不要怪鏡子 不是 瀏海有什麼好一直照的 欸我連瀏海都沒有辦法照進去 因為你沒有瀏海欸 我有在兩邊 你沒有 還是可以來擦口紅 因為我從來不上口紅 I don't care 幹嘛 看起來有點色 蛤?還好吧 我是DJ 好 靈活周二夜在卡米蒂 已經做了大概一年半了 那我們決定在2024年開始 把時間往前調 對 原本從9點開始的 現在要變成晚上8點開始 沒錯 所以大概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就可以結束 那讓大家可以從外線市來 然後如果 在那邊 要趕高鐵的話 或是想要續攤也還會有時間 要續攤也可以 那就2024年開始 8點準時開演喔 請大家提早到喔 所以康倫你在那邊也沒有 他們有 大家有想要帶你吃的榴槤吧 有有有有 但是我又說 你就可以幫助你斷食啊 我結食 我結食 我結食中不要給我吃那種東西 康倫哥沒有忘記他自己的任務 他要瘦身 對啊 我好奇問一下你結食的時候 要怎麼樣 維持一個清醒的腦袋 還要背台詞 還要演戲 很餓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跟胰島素抗衡 胰島素 用意志力嗎 好原始喔 就用意志力這樣壓制他 那二一定會也不舒服 對啊 不會覺得像暈倒 沒有辦法工作這樣 可能角色狀態也是嘻嘻 所以還好 鬚鬚的這樣 整個人都鬚鬚的 對 也好 最後也有幻覺嗎 對 這角色也有幻覺 就OK 好奇跟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拍片 你們就是劇組會提供什麼樣的食物給演員吃 很簡單耶 其實馬來西亞的 拍攝 我們團隊準備那個飯盒 那飯盒其實是像雞飯 像有點像港式燒辣這一種 對 其實這個是最basic的 然後我來到台灣拍片的時候 我才發現 喔台灣的便當好豐富喔 菜啊肉啊 乳蛋一定會有 然後像那個筍啊什麼的 我覺得好多樣化 所以我們不會像美國那種 會有buffet可以隨便去吃這樣 buffet我沒 我遇過 我上一次去馬來西亞 Netflix的 原original的影集就因為 budget比較高的時候才會有 budget比較高 然後因為有很多是馬來的工作人員 因為他們不吃那個豬肉 所以就很多都雞肉 然後他們就一次用buffet 我們餐餐都吃buffet 有一次在泰國也是 我拍那個廣告的時候 跟907 嗯 然後我們那時候拍的時候也是buffet 好幾個帳篷 嗯 然後分有西式的 然後有泰式的 我覺得那個好酷 那個好酷 因為那個是大製作的廣告 嗯 哇好酷喔 那問一下康仁你 會不會有進入 像這個角色這麼壓抑 然後悲傷又不能講話 會不會有進不出 出不來角色的問題 進不出來 I'm sorry 出不來角色的問題 敢的你問啊 奇怪 沒有我就想說 我覺得我們一定是沒有喝奶 沒有喝奶 我只是想要看花吃講話 卡住而已 卓銘你一開始講錯名字好 不會啦不會啦 我覺得那個 我相信有其他演員一定會有那種 進去啊 出來一定會有痛苦 因為我自己覺得 演員是一個很敏感的動物 嗯 因為就是因為敏感才能 細膩的去揣摩 那 對我來說就是節食跟吃飯 就是一個很 很好的一個開啟案件 我記得我 殺青的第二天 馬上就去吃那個 馬西勒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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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椰漿飯 椰漿飯 就是直接就拉 第三天我就拉肚子 就是因為太刺激了 因為就炸的嘛 又辣 然後就是太爽了 因為前面都節食 因為在第二個階段 直接就斷食 因為希望可以再更瘦一點 然後就覺得 一殺青隔天我就直接拉肚子 就因為吃了太 太豐盛的東西 因為 就直接回到人間 我記得哥哥在殺青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服裝 他買了蛋糕甜點給他吃 蛋糕給我 他哭了 他一吃直接哭 他並不是因為覺得 殺青的很開心 他是因為可以吃到東西 他哭 那那時候你要一天吃的東西 大概是什麼樣 因為第二個階段 我們就因為整個戲劇張力啊 然後再加上又希望可以達到一個 真的沒有錢 這其實我覺得要宣說 就馬來西亞華人要拍電影 其實資金的籌備是很辛苦的 對其實我們看這個東西 也有嚇到說 這怎麼 一千萬是不是 兩千 兩千出 兩千出 排幣 對要拍這麼大 跨國 對這個很多畫面蠻大的 對 那謝謝康仁哥啊 因為康仁哥是以一個很好的價錢來演 不然的話我們可能要去拿四五千啊 兩千萬可以一半都你的 沒有啦 沒有啦 台灣演員很少錢 是爭取 是爭取 其實大家就過得蠻辛苦 其實可是 正好你不吃飯也可以省一點錢 可是 哈哈哈哈 就但至少是出去一個 就是同溫層跟舒適圈 你就會覺得喔 馬來西亞也還是有一群人很喜歡電影 那那種東西是一種原動力的熱愛 就會覺得喔 大家如果這麼努力 那我們一起來做一件 了不起的事吧這樣子 欸我們看了這部電影 它上面其實 監製是李辛傑對不對 辛傑姐 對然後聽說李辛傑好像都會在 拍攝的現場 然後看著大家演 他就像幽靈一樣 幽靈 我聽到是像虎媽 我聽到像虎媽 現在還是幽靈還是虎媽呢 沒有 因為有兩個階段 然後就是前置準備的時候 就是會把我們當小朋友一樣說 來今天來我office 我跟你聊聊 談談事情這樣子 來我辦公室這樣 一聊兩三個小時 對 聊非常的久 然後他會給我們workshop 就是分享表演的東西 然後還給我很多的DVD 然後做參考 然後給你看看 你家還有辦法播DVD嗎 對你有跟他說 我們已經沒有人在看DVD了嗎 欸那一些DVD都有簽名 都有名導演簽名的 但是你家有地方可以播DVD 有我特別買了Astander的DVD 李辛傑買的 DVD播放起來 沒錯 我覺得李辛傑是給DVD 不是給VHS 然後在拍攝拍攝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個身份了 我覺得就是辛傑姐她知道她在現場 拍攝現場可能會給到演員壓力 對所以她都一直躲在一個角落 就是所有我說像幽靈一樣 她其實一直都看 都知道演員在做什麼 知道現場的人在幹嘛 不要讓你看到她 因為你看到她你就會 嚇到這樣子 因為是大前輩的關係嗎 還是說就是 為什麼大家會看到她這麼緊張 當然她是個大前輩 而且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所以她這一次當監製 其實我覺得她有把一個東西傳承給我們年輕人 就是比如說 對於一個職業 或是一個身份的一個熱愛 她對電影的熱愛就是有一種 有一種要交接給你的感覺 所以她那種嚴肅 你就會可以理解到就是 她會希望我們是成才的 然後可以 可以因為這部戲 把大家聚在一起 因為有時候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監製 第一次導演 第一次去馬來西亞拍電影 湊在一起就會有一種 最好的安排的感覺 那她就會想要用她的方式去 做到她可以給我們的東西 所以前面有點像虎媽沒有錯 但後面就有點像幽靈 那幽靈她也知道她的存在感太重 所以她有時候常戴著口罩 那時候還是疫情期間 然後她可是 你知道辛傑的眼睛很大到 對她眼睛有點好認 大到就是遠遠就是 辛傑在看我 亮了一雙眼睛 對在晚上她會發光的那一種 對對對 你就會知道她在看我 然後其實我跟哲耀有 其實有點戰戰兢兢 但其實那種戰戰兢兢 反而是一種 我自己覺得是 讓我們更專注的一個 原動力 對 不要放鬆 對 你剛剛說到這部電影 是在疫情期間 在馬來西亞拍的 去年 去年5月6月 所以已經剛 剛解禁 但又還是會有人中標的狀態 他很厲害 他到現在還是 什麼 我沒有 他是天選之人 他沒有 我印象中我沒有中過 你們說的那種 COVID-19 發燒殼 對發燒殼 核瘦紅痛 那種狀態 所以是不吃飯 免疫力會比較高嗎 好奇怪 有可能啊 斷食真的啊 斷食是認真 你看不覺得我進監獄之後 整個膚質超好的嗎 我都沒有化妝 進監獄後 我發現你進監獄以後 那個Jack反而變得比較肉一點點 是嗎 吃太好了 雖然說我講 我這邊一點 一點說服力都沒有 我講別人比較肉 一點說服力都沒有 人家別有瘦那麼多 對你看起來就像是生活變得非常滋潤 凱莉你自己說有沒有 有吧有吧 是故意的嗎 因為本來要準備兩人份的 結果只有一人分之 沒有 我為了這角色當然也有尊重 但是就跟我現在完全不同 因為導演的安排本來就是 一胖一瘦 然後一動一進 對 那我們就想說 弟弟就是要一個這樣子的設定 然後這個髮型也是我自己在 副都這個地方 我去在田野調查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這個案子其實是更早了 因為當導演參加金馬創投的時候 其實他就先給我看過大綱 然後那時候他也還請我去拍那個 參加金馬創投的一個海報poster 然後我就那時候去拍了 然後就開始在看那裡的人 然後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有一個人 就是兩個在副都走的 那個算是勞工 對他就頂著一頭的金髮這樣子 差不多就是阿迪這種頭髮 這樣走過 然後一路尾隨跟著他到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上了一個很老舊的大樓 我想說 嗯 阿迪這次髮型就是這樣子了 對 後來然後又有看到有一些 因為馬來西亞很熱嘛 有些移工他們很喜歡把衣服 就是那種掀一下啊 然後用一下 都身體肉肉的這樣油油的這種感覺 對我就把它套在阿迪這一邊 嗯 其實台灣也蠻多人是這樣子的啊 是嗎 對啊 很多南部的勞工朋友都是這樣 對 這句話留給你講 天氣比較熱的地方都這樣子 對啊 對啊 我覺得是你create something 你塑造一個角色 對塑造一個角色 給了他一個生命 因為劇本本來就是一個reference嘛 一個大綱嘛 那你要怎麼去給予角色第二次的生命創作 你的想法放進去這一個reference裡面 這個角色裡面 然後再給他變得不一樣 Jack你原本就有想要當演員嗎 因為你原本是歌手啊 嗯 其實這麼偶像長這麼帥 對啊 為什麼要去當演員 然後辦成這樣 這麼辛苦 我其實小的時候就很喜歡戲劇 就是我們馬來西亞很多受很多香港 電影 然後電視劇的影響 跟我們一樣 所以我們會講粵語 會講廣東話也是 因為我不是廣東人 我也不是 呃 就是會 本來就會廣東話了 我是因為電影 因為電視劇我才學的 哦 對所以我現在可以用廣東話 來做一個交流 也是蠻蠻奇妙的 在馬來西亞看那些像周星馳電影 我們都用粵語 都是粵語 都是粵語 因為台灣全部都是 配音的 配音 難怪我們都沒學到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對所以我小的時候 我小的時候就對 呃戲劇這一個東西很喜歡 然後到我姐她很喜歡看台灣的偶像劇的時候 從二南宅集店 就看到花拓園 對然後 流星花園啊 然後就開始看一些台灣的 呃戲劇作品 然後到我其實 開始出道的時候 我先演歌舞劇 然後再演那個電視劇 是後面才做成組合 那組合很很幸運的有被關注到 所以大家才覺得說 欸我是以歌手出身這樣子 對所以最初其實我還是在表演這一塊 哦所以內心還是比較偏 對對對就回到自己回到 因為我之前是雙人組合嘛 嗯 那我的partner小冬 他已經有自己的生意 有自己的business了 所以我們就回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我就回來選擇 回到表演這一塊 那在馬來西亞當演員生活滋潤嗎 嗯 偶爾還是很乾燥 哈哈哈哈 就是哦 其實我們比較好 我個人比較好奇的是 身為一個華人演員 在馬來西亞的那個 參與表演的機會 多不多還是你需要到別的地方 去尋求更多的表演舞台 這要看你自己的目標 還有你你所選擇的是什麼 因為像我 其實我也覺得我 我很幸運啊 你看我要參參與了馬來電影 像那個空軍 而且是馬來的王家空軍 贊助的 然後一起合拍的 馬來人啊 嗯 華人啊 印度人 馬來西亞就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 嗯 然後這麼多的人 聽起來蠻像個papaganda的電影啊 哈哈哈哈 反正那一個預算也很高 然後就拍起來 你就覺得說 吃的很好 蠻屌的 你就覺得蠻屌的 自己身為馬來西亞人 還可以參與到這樣的一個作品 是蠻酷的 對所以我 我說在馬來西亞 你說知不知論嗎 這個東西 就看你的選擇嘛 就有時候你今天想喝茶 你想喝酒 都要喝啊 為什麼做 只有小朋友做選擇對不對 對啊 都要喝啊 那其實那個康仁奇 我有看到你在一把清德獎的時候 有演講說台灣當演員很辛苦 那你為什麼 拍戲很辛苦 那為什麼你會願意留在台灣 你有想去別的更多錢的地方發展嗎 因為 錢夠用就好 我覺得 嗯 那我覺得那個階段是 其實你看很特別喔 因為 應該年紀相仿 因為 阿澤他不是從小就在台灣有演藝事業 他是現在才過來接觸 那其實我們以前就接觸到 比如說 你看偶像劇那個時候 就長得帥 然後長得美 那其實你基本上 會有很多的機會 那我剛好入行的時候 27歲的時候 剛好是一個偶像劇 沒落的時候 好 下一站幸福 基本上是一個偶像劇的 末班車吧 嗯 那他也不是那麼偶像劇的偶像劇 那 其實我不是本科系 所以我進來的時候 我看到的行業是這樣 那你就會覺得 完了 那其實機會相對少很多 因為我不覺得我是那種 馬上站在一群人當中 欸 吳康尔你真的看起來好帥 很有天分 不是那種人 等於是從那個階段開始 去接觸表演 然後 也沒有到宅府宅城 但至少就是 有演戲的機會 但其實 後來就會跟著時代 變成另外一種演員 後來是有比如說 類型戲啊 職人劇啊 但其實在十年前 行業類裡面的人 不知道未來到底要拍什麼 其實大家還是有一段時間 卡在偶像劇啊 然後就走不出來 那慢慢就沒落 直到後來變成OTT又進來 那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有那麼多類型可以拍 而且 可以造成大家的回想 比如說 前幾年我最早開始 我覺得轉型 就變成麻醉風暴 那時候開始 然後後來又有其他人拍 比如說 呃 宇二的距離啊 那也剛好不小心 一起有演到那部戲 然後接下來 到今年可能是 人選之人啊 我自己覺得台灣演員 是被時代推得走 而且我們是在做一個 前人重述的感覺 有一種 我自己覺得 現在的台灣的影劇 影視啊 是一種前人重述的感覺 而且 那種感覺是 參與在其中 會有一種使命感 其實我自己覺得 很有使命感 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讓後面 可能台灣在影視 就是希望是變成一種產業 現在的產業 還是有一些 是有一點手工藝的感覺 就是 我們最早是手工藝起家的 但現在還是會有一種 半手工藝的感覺 可是現在 越來越專注在 各行各業的專業 比如說 Parkest也有他的專業 那製作人也有他的專業 導演也有他的專業 剪接師也有他的專業 各種專業進來 而不是 從頭到尾都是 讓導演一個人說的算 或是一個人 要解決所有的事情 那我自己覺得是 時代推著我們往下走 那你為什麼會 這麼有使命感 其實我更好奇的是 當初你進來發現 整個在沒落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 離開去做別的 而繼續待下去 其實那種使命感 是慢慢累積出來的 可能是因為 其實說到底就是 也不知道做什麼 一開始 一定的 你做過這麼多工作 真的 就是回去工地 對 那種會覺得說 我就沒有一氣眼 我就回去做調酒師 那我至少有個專業 做服務業 不管怎麼做都不會餓死 因為你有手有腳 懂得對客人笑 那我覺得 那都可以好解決 只是希望 總是覺得好像 沒有嘗試到一個鏡頭 不知道 那個鏡頭到底是什麼 只是剛好就是 可能在一把清麻醉風暴的時候 就不小心 幸運的拿了一個獎 可是那時候拿獎 會覺得說 你也不太確定 你到底做的是對 還不對 那你就會覺得 因為這部戲人家說你好 但是你也不知道 哪裡做的好 其實 因為想好奇說 那到底什麼才是真的好 才會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 理解的方式 去繼續演下去 那種使命感來自於 這樣講有點奇怪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就聽聽看有多奇怪 沒關係 很囂張也沒關係 對啊 在百靈果 可能也是自己 沒有經紀人的關係 你會覺得 其實一開始的出發點 就是希望自己成為 獨一無二 特別的人 可是因為成為 成為獨一無二 特別的人 你就會發現 你會用自己的角度 比如說我是經紀人的角度 去面對很多的事 藝人的角度 又面對很多的事 然後你就會了解到 整個產業 要讓它蓬勃 跟製作一部戲 或是宣傳一部戲 有多麼的複雜 其實從年少輕狂的我到現在 其實會越來越懂得 寬容的體諒 跟看待所有的人 那以前就說 欸我不喜歡 我不要 但現在感覺不是 現在感覺不是 不是 我不喜歡我不要 是你會知道 人家做一個東西 出來是多麼的辛苦 但以前就說 拍得不好 應該不是說不喜歡 是他拍得不好 他在怎樣 可是現在會覺得說 台詞太尷尬 可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理解到原來其實我們 在軌道上不斷的進步 那如果我們身處在其中 是不是要互相幫助 以前的角色就是我 只有我自己 那現在角色就變成說 我年紀又到了一個 中間份子的感覺 因為我這十年累積了太多經驗 好像比別人多一點點的時候 要如何去幫助到其他的人 我要站在什麼樣的角度 而就不會像以前 這麼消極的說 喔你那個不好 那個怎樣 而是說 也許我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 讓這個東西更好 就會覺得其實 你有在幫助到周圍的人 甚至是很多新導演 因為我常常跟新導演合作 因為李玲也是新導演 一個五十幾歲的新導演 可是新導演 因為我們畢竟都是人 我們對很多未知的事情 都充滿的好奇 那你就會覺得 到底以我現在的身份 我能夠幫助到他們什麼 但總覺得好像 在有力氣的狀態下 彼此多一點分享 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這樣講傳承會不會很奇怪 但我認真覺得 那是一種傳承 大概是從幾年前 小燕姐有一次在金鐘獎 說到這句話之後 對我來說感觸很深 真的有些事情要傳承 因為我甚至覺得 現在這個時代 很多年輕人不是在 願意比如說髮廊啊 很多學徒制的東西 他們不願意花那麼多時間 去跟他做一個交換 花時間去跟他交換 對等的技術 那我覺得現在的影視產業也是一樣 很缺人 甚至是分享 因為來來去去的人太多了 我們在這一段時間 比如說我一直在台灣拍 你就會看到很多 最明顯就是以前紅的人 現在都不紅了 這是的確的 你要一直在行業類裡面 呈現一個高峰 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你就會發現 來來去去那麼多專業的人 甚至很多專業的人不做 那等於是說 新人怎麼帶新人 那我覺得會有斷層的問題 什麼燈光師那些 對對對 甚至是助理 最簡單的助理 所以有時候有人說 我工作的時候比較嚴肅 是 但我不嚴肅的話 有很多現在年輕人會把 輕鬆玩笑當做是一個 大家好像可以工作起來 比較愉悅的一個狀態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該要有一種 就比如說做事情的方式 專業的感覺 專業感 那我們可以開玩笑的時候 我多半不會再插話 可是如果做的事情 沒有辦法 做好你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有時候會 多一點 話突然 那人家就會有一點 有時候會被我嚇到 其實 可是你自己在影視台灣的 影劇產業這麼久 你的觀察是樂觀的嗎 我覺得聽起來 你還是抱有個希望 你才會在這裡這麼努力 因為我們以外人來看 就覺得 比不上韓國 不會啦 被中國屌打 你怎麼看 我覺得 這個是台灣人最 我自己覺得啦 我自己認真覺得 這不是台灣人 應該是說 現階段的 我的觀察周圍的人 最可惜的地方 因為每次我們都說 我們比不上韓國 或是 不要這樣講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們越來越了解 發現 其實你真的要拍一部片 太困難了 要籌到錢太困難了 而且資金的流動 有時候站在創作端 你是沒有辦法去膩的 就是 就是乾爹爸爸 願意投資你多少錢 有時候 就是要做下去 就是要做下去 你說空軍的片啊 對 開玩笑的 甚至他會去 他會想去 去參與到製作 就是等於是說 創作者很難單純的 以他原來的初衷 做事情 可是原來的初衷 到底是不是觀眾要的 這也就變成是 我們需要把它變成一個產業 需要很多不同的聲音 做分享 因為太多導演論的東西 其實最終只是拍你導演要說的東西 那跟市場 如果有點遠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 大家就會又說到一個問題 怎麼拍不過韓國啊 可是韓國那種產業的發展 並不是一兩個人才可以造成 加上政府需要幫很多幫忙 還有去嘗試著 觀眾的底線到底是什麼 那我自己覺得台灣 現在就在是一個發展當中 非常蓬勃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才剛說 有一種前任重數的感覺 對啊 因為我覺得至少這幾年 我們都發現說台灣的劇 越來越好了 對吧 那樂觀一點 都很喜歡 蠻好看的 而且不要用比較 因為這種望智菲薄的感覺 其實真的做得不錯 不要覺得好像說 外來的月亮比較圓 不不不不不 我自己覺得我們真的做得不錯 而且 我自己覺得 那個未來台灣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凝聚 比如說東南亞啊 甚至香港啊 日本啊 韓國的人 一起來合制一個東西 因為我自己覺得台灣的 嗯 勞力便宜 不只是 欸 現在物價 不便宜 我自己覺得台灣 但是第一線演員 願意降價 我自己覺得台灣 台灣現在的題材發展 可能相較於其他的地方 更多元 嗯 更多元 我們知道你在說什麼 多元到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哦 人家拍的怎麼樣 但其實 你真的認識了 嗯 那邊的人 其實他們是羨慕的 哦 當然 比如說魚餓的距離 其實 就被很多人羨慕 其實他們 就是說看到我們拍的這些東西 反而他們會羨慕著 像人選之人 人選之人這種東西 或是 甚至是我前陣子拍的 有生之年 他們也會覺得說 哦 原來你拍 所謂的拍家庭戲可以這樣拍 就等於說 富度青年也是一樣啊 就是 也許我希望 去馬來西亞上映的時候 可以得到 不錯的回饋 因為 畢竟裡面有 扯到死刑的問題 嗯 但其實我們去年拍的時候 馬來西亞有死刑 今年已經沒有了 剛好廢除了 嗯 但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特別 就是 馬來西亞還可以順利上映 是一件非常 對我們一邊看 我們一邊在問說 你確定這個 在馬來西亞OK嗎 這不是只有在台灣多而已嗎 其實你剛剛有說到死刑 因為我們不知道 能不能爆咧 不過你都講了 沒有 那我就記錄下去 其實就是在那邊 有一個 有一個條段是 康仁要跟法師的一個對話 嗯 那那邊的情緒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滿 那是一鏡到底嗎 對不對 對 我很好奇 那是 拍了幾次 還是就一次就結束 兩次 那第二次要重複那情緒到底要 那你知道用 最後用的是哪一個take嗎 第一個 第一個 所以第二個只是保一顆 但其實有點累了 第二個是保一顆對不對 沒錯 導演要保一顆 其實我不是很想演第二次 那個因為我無法想像 那情緒再來一次 這個要演兩次耶 那個好滿的情緒 大家一定要去看這個電影 然後你看到內幕的時候 你就拜託 大家來一起想說 幹這個要我自己來做怎麼辦 這怎麼辦啊 怎麼做得到對不對 對啊 那個整個鼻涕一直流出來 那個情感就爆掉了 超過100%了耶 我自己覺得沒有爆到很誇張 自己希望在那個狀態裡 還是一個角色 不然的話又回到一個 另外一種外放的極致 也不是很好 不會是很內斂 就是那個情緒感染力很強 希望還是最後還是收回來 那康仁自己在挑片的時候 你都怎麼挑 你要接下來要演什麼樣的角色 你會去選比較容易得獎的嗎 不會特別選比較容易得獎 會選有緣的 怎樣叫有緣 有時候劇本 有時候劇本不錯 然後你會覺得說 好像想要參與 然後有時候是演員 因為想特別想跟某個演員合作 你就去選那部片 然後有時候是導演 其實有時候接片 因為我沒有經紀人的關係 所以接片比較free free到有一種誇張的 對你為什麼不找一個經紀人 你剛剛講了這麼久 有專業化經營 然後你自己放自己接 其實我很驚訝你 沒有經紀人這件事情 這樣子 你要當很吉巴的人的時候 對啊 所以我吉巴的時候很吉巴 那可是這樣業內 大家不會就說 啊那就不要跟 對啊我剛剛人超吉巴的這樣怎麼辦 可是我的吉巴都是對 對我們工作上的討論 我不會對人吉巴 我不是說欸我討厭你不會 不會從來沒有 當然不是我的吉巴也不是這樣 可是在談價錢的時候 就有黑臉白臉的問題啊 那怎麼辦 對啊 因為談價錢我比較沒有遇到問題 蛤 我反而是工作上可能在創作端啊 談價錢我沒有遇到他的問題 因為 吳先生一定會有一個價錢表在哪裡 沒有啦 不是啦 沒有問題是博二價嘛對不對 我自己覺得 我的彈性真的太大 我可以完全不談錢 因為我們看做事情啊 如果說是商業的活動 那我們就是這樣做 那如果說是跟演員有關的 其實我覺得我的彈性超級大 比如說我去香港拍但願人長久 是另外一部香港電影 其實我從頭到尾在談合約以前 我一個錢字都沒有 一個零或是什麼都沒有談過 那我就因為我想去就去了 可能是因為現在這個階段比較 但已經有一點存款了 可以不用擔心到我隔天要吃吃什麼狀態 所以我有選擇權這樣 嗯 這樣講很吉巴嗎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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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們有一天也可以這樣 你們可以了吧 你們可以了吧 以前 因為以前我們也是自己談 然後都是我談 大概談到一個階段 我開始對客戶大吼大叫的時候 我們就找專業的人了 你會怎麼樣大吼大叫 會影響 有時候也是我自己回email啊 然後我就說 他會創一個假名 我會直接跟他說說 我覺得你這樣寫信很沒有禮貌 我好直接喔 我覺得直接講也還不錯 你這麼直接喔 因為他真的很沒禮貌 對 但我覺得直接講還不錯啊 然後我說你這樣 但就是錢會推出去 對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尤其是台灣還是一個注重敬老尊賢的產業 儒家儒家 國通還是比較迂迴一點 對 可是你有被討厭的勇氣啊 對 我覺得我有一個優點 就是我有被討厭的勇氣 我知道 所以他為什麼自己當經紀人 我覺得很OK 他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他覺得OK 我就做 不OK我就不要 可是我覺得那個前提是 不傷害對方的這種 我覺得那種被討厭的勇氣是 因為你的要求我做不到 那我覺得不要比較好 因為你的要求我做不到 而不是 直接跟他說的要求太吉巴了 不是說 說你要我武康人做這種事 不是不是 不是因為 我想要做什麼去更改你的要求 不是 不是我以他的要求為主 是 我可以很簡單的就是講解 example就是 現在很多業配嘛 支持我們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這種業配 像哥哥他就覺得說 業配一定要找專業的團隊來拍 那如果你要給我這個價錢 要我自己去拍 我沒辦法 他就會say no 我覺得這個蠻好的啊 因為你很知道自己做什麼 自己的能力能做到什麼 對 所以如果我不能我就say no 那就好了 好 這一點 不要再說我難搞了 拜託 就是難搞 所以外面的人會說你難搞嗎 有這個謠言 其實經紀人有他 我真的建議年輕人不要學我 沒有經紀人 因為有經紀人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是 經紀人有經紀人的專業 對 經紀人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經紀人是非常專業的 很多年輕演員會詢問我意見 我就會說 其實你必須要理解 經紀人其實很專業 只是他們育人不熟 沒有碰到一個適合的人 然後他們常會有年輕人問我 經紀人又沒有做什麼 no 經紀人做很多事 一般可能年輕人他會 我就沒有接到那麼多工作 我想接那部戲我都接不到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能力最終還是回歸到自己身上 因為你必須要先壮大自己 然後你才能讓經紀人有所發揮 你的經紀人很強是沒有用的 最終還是回到自己的身上 我發現吳康仁有說話的藝術 對 我們沒有 對 所以不是整整都是吳康仁 還是找經紀人好了 看過的腳本很多 然後又學會怎麼說話 我們就是 比如說談價錢 就是說 不然你先報個價錢來參考一下 對 然後他就會報一個價錢 嗯 好我再參考一下 就說就是這樣 這樣子我覺得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我們下次有機會再合作 你不會遇到來盧你的人嗎 然後他就會 然後他就會加啊 啊 然後就會 嗯 因為不要錢的最貴 嗯 對 就是不想要的人最有價值 然後他就會 啊這樣好不好這樣好不好 然後到最後我還是會 嗯 好啊 大家懂了齁 好了那我們非常開心兩位來到這邊 就是康仁跟Jack 我就講Jack 沒問題 Jack的名字叫 陳 折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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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優秀的馬來西亞語 對 然後歡迎大家就是去支持富都青年 然後希望 我個人就真的覺得台灣 難得有可以跟馬來西亞做出這麼有質感的片 然後希望他可以 成為一個傳承 而且我希望就是兩位都是可以得獎 謝謝 謝謝 希望可以得獎 那我們就可以上 我們 我們就有彈枝說 我們這邊來過多少影帝影后 你知道嗎 都已經有秋生歌了 還有李星傑也來過 還有李星傑也來過 對 影帝影后都來這邊的 推頭都很厲害 李星傑姐也來過嘛 後面就有她唱片了 後面就有她唱片了 後面就有她唱片 我這邊有看到 你看像不像幽靈 像不像幽靈 像不像幽靈 謝謝 謝謝 我們電影12月1號上映喔 謝謝 謝謝 我這邊就看到星傑 你看 她一直在這 她就說 I watching you